280 《文匯報》 內地公勞概念股文鋒起帳 2015年7月22日重要新聞 A 07 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危夢境 陶若斌綜合報導 交通運輸部昨日發布新版收費公勞管理條例 確立了用路者付費等原則 而內地高速公勞概念股隨即文鋒起帳 午後公勞鐵路運輸板塊大幅上漲 截至收盤 包括楚天高速、福建高速、深高速、華北高速、吉林高速 中原高速等在內的14隻概念股票漲停 現代投資逆漲於9% 14隻個股漲停作日A 股低開高走 公勞鐵路運輸板塊早盤則在低開後平穩上行 截至中午收盤 整體板塊收漲2.93% 各股方面亦未有移動 不過 在下午開盤後 由於受到相關利好刺激顯然 高速公勞各股立即暴漲 其中 楚天高速於1分鐘內立上漲停板 成為板塊橋柵、山東高速、錦月高速等股票 亦緊追其後出現漲停 14隻個股登漲停過程不超過20分鐘 鐵龍物流 東莞控股與重慶路橋亦表現不俗 漲幅均7% 而大巡鐵路與廣深鐵路則波動較大 最早盤上行後 午後步漲後便立即下跌 反其道而行之 為最終營以紅字收尾 均漲超3% 另外 中原高速成為高速公路各股資金淨流入老大 主力淨流入達到1.79億元人民幣 以截至13.14分 公路鐵路運輸板塊登上作入頂峰 整體漲幅達到9.345% 不過 雖有利好消息 越高速A卻因停牌成為唯一不受影響股票 該股票至4月公布因重大事項停牌後 即使消息不斷 仍未有動作 有持股股民抱怨 每逢利好公布自己都錯過大漲 而昨日高速收費利好程度如此之大 手中有相關股票卻還是只能望陽輕探 盼望該股票盡快復牌 公路H股普遍造好在香港 受消息刺激 內地的公路股作日股甲普遍造好 四川城余升6.98% 收報3.22港元 深高速升4.75% 收報6.17港元 江蘇寧護升5.11% 收報10.5港元 安費滿通升6.35% 收報7.87港元 但經營廣深高速公路的合和公路基建 僅微升0.26% 收報3.81港元 收報7.12.00元 收報7.70元 收報7.70元 收報7.18元 收報7.17.18元 收報7.18元